今天我们看的这套定制豪宅呢 它其实是在一个市中心非常好的富人区的位置 你看它的邻居就是这种小房子 这种房子就是属于那种小房子拆了之后翻盖的 这是一个定制 你看它这种比较老的区 大树就会非常的很粗的大树 然后我们来看的这种 跟我们之前看的那种定制豪宅还不太一样 这属于在老区推倒房子重盖的定制 我们看一下这种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进来看一下 一个大铁门 但是这个玻璃当你买的时候会换成抹煞 一进来就这样的感觉 这个房子并没有通天的调高 是一个13个费的一个调高 然后一进来之后呢 我们先看左手边 左手边是一个非常大的dining room 主餐厅 然后房子整体来讲比较现代风 所以有很多这种简易的落地窗户 非常大的一个主餐厅 然后我们再去房子右手边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右手边是一个车库 是一个书房 最嫖了 书房的颜色我是非常喜欢的 这种感觉 特别的有复古风 然后也是一个大的落地窗户 然后过来是这样的一个书房 房子整体的调高是个13个费 但是没有通天的调高 所以整体的感觉很高 很open 很宽 也很亮堂 再往前面走呢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大门 这个门打开是一个空的 像一个储藏间一样 但是其实这是为了以后装电梯用的 如果有需求可以在这个地方装电梯 所以定制房经常会留有这些余地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开关 都选择比较矮的位置 这也方便如果家里有行的 无便的人去用 然后再往右边看 就是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的旁边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定制的豪宅就属于客人用的洗手间 都非常精致 并且都做了这样的柜子 你可以收纳很多的用品 而且在这上面开了一个很小的窗户 这样也是为了采光 当然了 定制的一个房子 这是一个九尺的高门 这是必须的 好 我们再往前走 就到了漂亮的大客厅 整个都是大的落地窗 环绕 所以房间的采光真是无敌的好 定制房就属于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你都可以自己去注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们再往这边走就是大大的车 大大的厨房 厨房的旁边是早餐厅 早餐厅做了这样的一个凳子 是镶嵌在墙上的 定制房的用料啊 各种感觉啊 这个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主要还是你喜欢的这个风格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些构造 会不会是符合你的要求 那像它这种大理石台面啊 都是非常贵的 包括炉灶啊 再包括大的抽烟机啊 再包括镶嵌室冰箱啊 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完全就是比较高档的这种 这种我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像这个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大的备餐间的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有一个这个中式厨房 你也可以完全可以改造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呢 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所有的储物间都做了柜子 你别看就是这点柜子 但其实还是很贵的 柜子很贵 对 然后呢 从我们的早餐厅 再往右边走一下 就是入门的位置 这个房子的车库 就是我指的这个地方 这个车库跟房子是不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叫detach 然后呢 车库的旁边 是有一个padio 也就是说你的车 停在这个padio这边 就不会被晒到 就不会很热 这样一个旁边的padio 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 很实用的一个设计 而且这个房子占地比较大 所以它的车 dryway特别的长 这样的话 你能停好多的车 在这个空间里面 当然车库里面 是一个三车库的 其实 像这种设计 在定制房当中 你都可以去选择 然后这个定制房 还有一点点细节 做得比较好 就是所有的开关 都是比较低的位置 那这个开关 现在就在我腰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如果家里 有行动不便的人 要坐轮椅的老人什么的 他就会比较容易去操作 这就是一楼的一个整体构造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整体所有的房间 都是实木的 它这个实木的颜色 是一种原木颜色 这种设计上的流行感 跟时代非常有关系 前一阵子 大家都喜欢深色的这个地板 现在就喜欢浅色的 我们一上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房间 然后 这里有一个洗衣房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主卧 现在我们来主卧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主卧 主卧的床 依然是king的床 king就是两米乘以两米的 然后再看这个房间 也是很大 整体面积五千八百尺 我说的面积都是空调 能够吹到 然后地板能踩到的面积 不包括车库 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吧台 吧台的旁边是 一某间 一某间整体的全都做了定制的橱柜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到了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 是非常可以展现出 房子是不是豪宅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漂亮的浴缸 大大的窗户 然后非常厚且 有翡翠感的大理石 像这种大理石都是marble的 那现在呢 非常贵的大理石 除了天然大理石之外 人工大理石其实是很贵的 大理石不管再怎么贵 材料费再怎么贵 那安装起来的费用和材料的费用 不能成正比 也就是说买一块大的 一块大理石 可能就花几百美金 但是有的时候 你在建商这边一家装 好那就好就万了 整体的厨房的感 不 整体洗手间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豪宅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淋浴间 这就是他大大的淋浴间 打开进来看 双淋浴头不用说了 大多数的豪宅都是这样的 一个这样大大的淋浴间 好 现在让我 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个定制房的感觉 就跟我们之前看的 定制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那以我自己的 这种感觉来讲的话 这个定制房 还真的是挺现代化的 一种风格 我并没有觉得 它非常非常地 让人觉得惊艳 而是都230多万的豪宅了 这些东西都应该是 正常的 基本的 然后再让我们去 2楼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因为这个房子 跟普通建商来开发的 新小区不一样 这是一个老小区当中 买了一块 这个旧房子的地 然后推导重建的新房 虽然它的地理位置是绝佳的 它在South Dunn的 是中心的位置 可是 这个房子的学区并不是很好 我所谓的学区 都是公立学校 从这边走呢 你看 有两个卧室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然后卧室都有套间 然后里面有洗手间 这些就特别的一致了 就好多房子都是这样 所以也没有太多好说的 再看另外一面 这就是另外一面的卧室 然后带着洗手间 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了 这个房子的院子呢 其实除了它这种detach的 这个车库之外 对 您在这房子 其实就看到这个高楼了 那边就是市中心的位置 除了这个院子 占地还比较好 一万三千多尺的占地 因为在这些位置里 比较大的占地的房子 确实不是特别多 但是定制房的 这个房子的感觉 那就是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可能就不太喜欢 我就属于觉得这个房子 二百多万的话 好像感觉 也没有让人觉得 很外赛 很出彩 但是有这样的定制风格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了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一下 然后这个房子就结束了 打开门 有一个室外厨房 然后大大长长的padeo 这样子的 然后整个占地面积 一万三千多尺 前面一棵大树 后面一棵大树 然后车库是不跟房子 连在一起的 不能不能 好 打开了 像这样一个大的三车库 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别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看到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修盾定制房感兴趣 对美国 修盾地产感兴趣 欢迎叫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